今天早上呢也是来外婆家吃饭 然后吃了差不多呢就在这里做着烤烤火 然后玩了一会儿 做了一会儿呢肚子饿了 然后呢娘娘给了我咬了一碗这个耳块巴巴 是拿来煮汤喝的 所以很甜因为放了那个白砂糖嘛 现在外婆捏的这个呢是牙猫捏出来的线 我也是好多年都没有弄这个了 感觉这个手都不会弄了 这个牙猫的这个呢是我们平时从里面养的其他的那种绵羊 就是身上是白色的那种绵羊的毛猫的 现在的这个线呢是有两条线来组成 所以要给它拧挤掉就只能给它放在那个上面撞 撞起来就可以摄了 但是呢也不能摄得太紧 还是要看的会的 像我的话我都已经不会了 现在呢已经回家了 把这个牛呢先喂哈牛 我们已经吃了牛还没有吃饭呢 因为呢感觉今天的天气呢暖和一点点 所以把牛呢给它拉到外面来 不过呢拉出来之前 又先把这个坑呢拌好掉 不然把没有拌好在那个盆里面 牛看见了没有得吃它就会乱跑 还是直到肚子饿了 又去找吃的 坑呢拌好了之后我摇了一盆在那个盆里面 给它放到那个牛腔里面 扣的时候不小心那个小牛牛的那个脚脚底到往里屁屁 它别说很疼很疼哦 我抓了它几脚就是没有抓到 My God姐妹妹我还是来看我的小姑娘吧 像那个小姑娘全身都是黑黑的 只有头上是白白的 昨天我一看还以为是哪家的羊 打得倒是挺可爱的 就是嘴上有很多 你斑斑点点一样你黑黑点点 现在呢把这些块地都给它打开 然后呢这里呢有一把这个刮水器跟这个扫水把的东西 然后先拿给上来在那里接哈 我呢再接着来查其他的块地 这个呢照片是男粉丝来寄来给我的上次以来过我家 当时呢是站在我家二楼一样台上拍的 当时呢说要照了洗来了寄来给我 没想到还真是洗了寄来了 这两大袋呢是金山山姐妹寄来给我家的 里面呢有一些衣服啊 还有一些小毛呀 还有个裙子呀 还有一件毛 它还是背它 还是电热它 摸着就感觉里面有水润润的水样的那种感觉 这一下呢都是洗了经味 不知道谁寄的 不过我现在刮着的这个呢 是属于商家寄的样品 这两天呢 总有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下着雨 下小雨了嘛 然后刚好我家就是下水到这里呢 有一些泥巴呀 还有树枝呀 垃圾呀 我给它扫一下 然后呢 扫着扫着呢 就换成我家里那把水扫把 把这些泥巴呀 都给它扫到这边来 再用这个茶茶 把泥巴呀 给扫的扫 在茶茶里面扔掉 再来扫这个水 刚好下水到别别搅搅 在这里了嘛 有点黑 这个扫把呢 我就拿来洗这里的第二道 所以我就多搓搓 多搓搓你来搓搓 然后又刮那个水 然后呢 这里呢 扫成这样就可以了 今天早上去外婆家吃饭 回来的时候 外婆给了我一些这个新鲜肉 然后今天晚上切一点来吃 我不敢切你太多 因为切一碗力量的话 我们今晚也吃不掉 切了一点之后 剩下的呢 我就继续装在那个袋子里面 这两天天气冷嘛 不行 放在那个冰箍里面应该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锅里面放点那个虾油 油已经热了 放点那个橄榄椒 炒一下就黑掉 可能锅里面太热了 我赶紧你把那个热放进去炒 炒一下嘛 就不放烟 因为这个热的话 已经外婆家烟好掉的了 然后切那个芽衣丝来切 芽衣丝也是炒着炒着 都有点黑掉 然后炒好了 之后就出锅 那个豆腐呢 就放在最后炒 也是炒了黑掉 应该不是我您喂铁 应该是那个骨您喂铁 太快了 太快了 做好了之后 我们呢 就吃饭啦 摸嘎 今天呢 就给先到这里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